亚洲相关的情势非常值得注意 首先在这个礼拜 同时中国和俄罗斯进行了军事联合演习 这叫做中俄海上联合2014军事演习 从5月20号持续到5月26号 而同时美国和菲律宾也进行了美非军事演习 某程度来讲美非军事演习是为了要围堵崛起的中国 更重要的是支持菲律宾主张在南海的主权 那么另外一个部分在中国方面 它在这个情况里头被迫 也必须要跟俄罗斯重新的在这个部分进行军事方面的合作 而值得关注的是日本在这个时候的做法 日本在这个时刻同时除了和菲律宾联手 也和越南正式的联手之外 日本也在最近进行了夺岛演习 日本的自卫队从5月10号到27号 在日本的鹿尔岛附近的一个小岛 动员了海陆空部队 总共1300人展开一个夺岛演习 这是日本从钓鱼岛事件的争论以来 这一段时间以来 首次的在自己本国的领土里头 魔女钓鱼岛如果被中国解放军占领之后 那么自卫队如何夺回这个岛屿 这是日本最近的做法 那么同时日本首相安倍晋三 15号在首相官邸举行第七次会议 正式要求变更宪法的解释 于是日本很可能行使集体自卫权的报告书 换句话说现在还没有正式项国会提出来 但是已经往所谓的和平宪法要废除 日本要拥有它的集体自卫权 这个部分往先走了一步 那么另外一个角度是印度 印度变天的情况里头新上任的莫迪 它不只是不代表贵族 它同时代表一个贫穷阶级 一个重大的经济改革之外 它个人是一个很重要的印度教的一个民族主义者 那么会不会使得印度跟巴基斯坦边界的冲突再组得起来 那么再包括中印之间的冲突 所以我们回头来看整个亚洲的状况 从中俄军演 美非军演 然后日本开始多刀演习 以及日本的思考要把集体自卫权重新的 从宪法里头把它重新拿回来这个权利 然后印度新的统治者再上台 虽然它可能带来了对印度经济的改革 但同时亚洲也迎来了一位民族主义者 民族主义变成亚洲在整个经济大衰退之后 不管是什么样的原因 像日本很明显就是因为它停滞了经济 它必须用民族主义重新唤起 日本人对这个国家的认同 所以这是经济大衰退带给日本影响 所以钓鱼台的议题在这个时候被提出来 那菲律宾也是如此 那美国也需要重返亚洲 在这个情况里头呢 美非的军事演习也出来了 那中国本身呢 它的崛起受到了各国的围堵 中国本身在这个时候也必须保卫 它在南海的主权 在钓鱼台的主权 所以中国和俄罗斯也进行了军演 而印度却因为它自己本身经济的失败 贵族统治的贪腐问题 最终迎来了一位新的也是民族主义者 所以整个亚洲正式进入一个民族主义的版图 这个民族主义对亚洲来说 很可能使得未来亚洲的整体的国际政治 是非常不稳定的一个国际政治 这跟过去呢 我们从2000年到2010年的时候 看到亚洲基本上是以经济为主流状况 是不太相同的 这也可以说这一场金融海啸 对于亚洲国际政治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改变 而我们回来先来看印度的变天 印度这次的变天呢 其实很大的原因是来自于 对于尼赫鲁甘地家族 过去呢 从变成印度人所崇拜的国父 甘地夫人 然后一直到后来对甘地家族整体的一个失望 也是对种姓制度投下了一个否决票 某一个程度来讲 他们希望印度伴随着民主 伴随着经济的崛起 伴随着中产阶级的出现 他们不希望在种姓主义里头 继续维持住整个印度所有相关 过去的社会政治跟经济秩序 另外呢 印度的经济也开始下滑 所以他们迎来了这位新的领导者 而我特别提到这位新的领导者呢 待会我们为他介绍 这位莫迪的出身 以及呢 他对整个亚洲所代表民族主义的议题 印度变天了 在5月16日公布的选举结果中 人民党领袖莫迪领导的在野联盟 获得了压倒性的胜利 在543席的下议院里 党破282席 卸下印度30年来 首次出现由单一党派 取得议会绝大多数席次的历史记录 尼赫鲁干地家族主导的执政联盟 遭遇了史无前例的挫败 只保住44席 退去小党颜面尽失 曾经号称百年老店 家大业大 全请一甲子的印度国大党 究竟为何被人民抛弃 丢失了大平江山 1947年印度独立 尼赫鲁成为第一任总理 执政17年 是印度史上在位最久的总理 他的女儿甘地夫人 孙子拉吉夫甘地 克少基球 先后担任总理 延续政治相伙 家族威望达到巅峰 2004年 拉吉夫甘地的妻子 桑尼亚甘地 领导的国大党 在选举中获胜 她因为出生在外国 而被迫放弃总理职位 盖威支持前财政部长 辛格出长大卫 从此开启了印度经济的 动荡十年 2008年爆发了金融海啸 印度受创严重 过去十年 平均9%以上的经济成长率 开始出现下滑 但当大部分新兴经济体 逐渐站稳脚步 恢复元气之时 印度却还深陷泥闹 持续衰退 2010年经济成长率 腰斩剩下5% 外资陆续撤离 卢比在巨幅贸易逆差的拖累下 犹如自由落体般贬值25% 政府补贴石油 食品和化肥的巨大开支 导致金厂账赤字不断膨胀 进而推高物价 通膨逼近9%的大关 一度掀起民众前所未有的 黄金抢购热潮 辛格在2013年8月 沿览了全球备受推崇的 经济学家拉战 接下央行总裁的重担 顾会市虽然暂时回稳 但政府错误的经济政策 行之多年 施政击毙已深 就算拉战再能干 也无力回天 2013年秋天 洋葱告急 在印度成了一件大事 众所周知 没有洋葱就不成印度菜 洋葱在印度甚至被称为 正式蔬菜 人们经常戏称 倘若无法控制洋葱的价格 那么政党就该下台 政府无法有效改善经济 加上用人大搞裙带关系 官商勾结的贪腐丑闻不断 民众积怨日渐加深 政治风暴闪云欲来 而尼赫鲁甘地家族 第四代接班人 44岁的拉户尔甘地 因为缺乏群众魅力 也预告了国大党的去留 选举结果不尽人意 桑尼亚甘地表示对败选负责 尼赫鲁甘地家族领导的 国大党不思改革 对每年一千万年轻人 面临毕业及失业的困境 毫无对策 遭到年轻选民的抛弃 导致尼赫鲁甘地家族 光缓迅速陨落 致使人民用选票 对国大党作出惩罚 莫迪赫鲁甘地家族领导的 因为他们想教训 对国大党的课程 为了所有的 罪犯 批课 批误 批误 社会的错误 莫迪笃定当选 组阁的消息传出 印度股市Sensex 跃升了4.5% 冲破两万五千点大关 创下印股五年来的 最佳行情 汇率占上一美元 对59卢比的高点 创下2013年中以来的 最高点 充分反映投资人 对他的无限期待 人口12亿的印度 彰显了民主价值 完成了历史上 最大规模的政党围体 政权和平转移 古吉拉特省省长莫迪 没有雄厚的政治背景加持 靠着自己的实力 打赢这场选战 也写下了印度政治的奇迹 他承诺将成功治理 古吉拉特省12年的成功经验 复制到全印度 印度的下一步 全世界都很期待